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VGA的阿Vita 今天天气真的特别好 今天我特意来中建这边 帮我买了公寓的客户 了解一下它现在的施工进度 所以这一集主要是看现楼 对应的户型和景观是怎样 所以不跟大家讲解中建这边的 一个驱位和一个砂盘模型 如果想了解详细一点 我之前是有拍过的 就在上面这个视频 接着我们的镜头去现场看看 这一集主要是带各位观众朋友 过来详细了解一个实地的现房 以及它的户型对应的一个景观 视频师跟着这边来 它这边一出来的话就是一个走廊位 然后对正这边的话就是09的一个单位 它也是属于50方的一个两房 后期它开发箱这边会和你 整理一个钢结构的一个格层 然后上下楼也是有洗手间的 最重要是它这个05的单位的话 它对出去的话是一线海景的 是一点遮挡都没有 所以景观是十分不错的 然后总价的话 围到是110万左右 你试想一下 现在目前南沙这边的话 海景的一个单位先百多万 所以性价比是很高的 最重要是它是上下楼都有洗手间 买你自己住也可以 然后隔离那几个项目的话 目前就好像平日一样 租金的一个收益的话 两房都要去到六百多元 七百多元一天 所以租金收益都十分可观 我们再看回其他的户型的景观 现在就带大家来实地考察一下 它23号的户型是什么景观的 这个自现在目前只有九楼 我们现在目前在13楼这里 不过视野景观是差不多的 总层高的话是4.5米的 后期它开博箱这边 会和你整整这个隔层的 然后景观是相对十分不错 主要的话它就是望中芯湖 高尔夫球场和一些山景的 景观是十分不错的 总价的话就大概是七十几万左右 首期三十几万 然后再带大家去看下一个户型 然后我们看了三房的一个看海景的单位 各位观众这样看的话 可能没有什么概念 如果没有什么概念的话 可以看看我上面那些示范单位的一些示范 我们现在和大家大概讲解一下 这个位置的话就是一个楼梯位来的 是上二楼的 然后楼梯位这里对面的话就是一个洗手间 洗手间位 这边就是一个厨房 加上一个厅的位置 那个厅就特别大的 然后这里摆梳化的话 基本上是望了一线的海景的 然后厅后边这两个窗 都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一个中芯湖 和高尔夫球场和山景的 然后它一楼这里有一个小间厅之外 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房 可以让长者睡也行 小朋友睡也行 二楼这边的话 它左右两边各有一个房的 后期开发箱这边都会给你 做一个钢结构的一个隔层 总价的话大概是150万左右 150万左右 所以它这边就可以拥有 这个一线海景的一个单位 如果说想了解更加多的资讯 就可以打我下面这个电话 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有兴趣记得找我 拜拜